什么是金刚 第一个 它的意义就是不坏 第二个内在的意义 就是空性 不坏 空性 它是一位菩萨 所以称为Sato 菩萨就叫Sato 那么它代表 阿达尔玛佛 代表五方佛 它是第七金刚词 第七金刚词 那么密教的祖师 祂是密教的教主 那龙树菩萨 在南印度 开铁塔 面见金刚萨头 所以它 由金刚萨头 赐给它 金刚界 曼陀罗 跟 胎场界 曼陀罗 龙树菩萨 也就是密教的祖师爷 密教的祖师爷 龙树菩萨 我们平时念金刚萨头 百日明咒 大家都会 念的 念的咒语 其实就是金刚萨头的 长咒 短咒就是 奥 白日明咒 白日明咒 就是它的短咒 长咒就是金刚萨头 百日明咒 每一个密教的地主 都要会 百日明咒 通通都要会 百日明咒 这是密教的教主 那你们今天 如果授灌顶 就等于是密教的教主 给你们授灌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